看完这个视频啊 不但能让你把五花肉做的肥肉不腻 还能让您掌握苏州名菜樱桃肉的正宗做法 这五花肉的选择啊 我跟你说最好是硬类五花 方方正正吧 实在不行 您就像我这长条的 咱也能做 家里有喷腔的话 可以用上喷腔 如果没有的话 红底锅直接把这个猪皮制烤一下 这样呢 可以通过这种制烤 让猪皮有一个好的上色效果 另外呢 可以将猪皮内部没有去除干净的猪毛 给它处理干净 处理好的猪肉 直接放到冷水当中浸泡 浸泡过的猪肉啊 我们用百结丝 把表面烧烫过的部分 把它擦洗干净 这样处理过的猪皮啊 更加容易上色 同时口感更佳 处理好的猪皮 呈现这种非常鲜亮的颜色 放入清洗好的五花肉 加入黄酒 大火烧开 转中火 我们煮至四十分钟 这种捞出来之后 一定要趁热 一定要抹上一些黄酒 或者是抹上一些酱油 还可以什么呀 抹上一些蜂蜜 这样呢 便于后期炸制的时候 更好的上色 一定要趁热 如果凉透之后 再抹这些东西 它就起不到着色的效果了 肉皮这方向 我们再给它打一个十字兜 准备一个小料包 里边加上一小撮的搅浑香 桂皮一小块 八角 两颗 超过水的红曲米 四十粒 咱给它打上六包 油温啊 我们烧到六成热下入 五花肉 一定要准备好锅盖啊 防止爆锅 伤到我们自己 那通过炸制呢 其实我们可以更好的排除这个五花肉当中的油脂啊 上色之后捞起来 抹过蜂蜜的这个肉皮 炸过之后的颜色非常漂亮 将从五花肉下锅细续煸炒 烹入黄酒 加入煮肉的圆汤 下入包好的料包 加入十五六粒的冰糖 这道菜啊 咱得加入三红 这第一红呢 就是红曲米 第二红 满乳汁 一勺 这第三红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山楂片 调入三勺的生抽 香葱 咱这樱桃肉里边啊 加上两块苹果 挤到一个解腻提香的效果 耐心等待五十分钟 这肉啊 炖的时间差不多 加入少许的盐 四克左右就可以了 这肉啊 时间差不多了 把里边的配料都给它挑干净 咱大火把这汁啊 给它收浓 那所有的肉 也都像一粒一粒的樱桃 非常的饱满